健康特控队 出发 不放弃 当邪恶侵犯 我们勇敢击溃 一组 向前 第二组 向前 第三组 报告 我们绝不后退 不怕艰难 拥到无畏 风雨之后仰望明媚 快乐成长 健康之位 梦向天空一起高飞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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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之后仰望明媚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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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向天空一起倒飞 梦向天空一起倒飞 啦啦啦啦啦啦啦 蓝猫从古力猎手中救走的亲情 却不料古力猎追踪而至 众不敌广 形势不妙 幸好飞飞偷袭得手 击倒了古力猎 但此时系军部队确实 没想到明媚 我跟我们赞争没了 你俩有什么事 我绝不得了 我超过来的 我可以跟我们赞争 宝贝 实在我们赞争 是 痛苦的 不敌广 我可以跟我们赞争 推荐 我可以招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好了 不久就应该会有效果了 太好了 伙计们 我们就会有援军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宝大 恭喜大王 大王 什么事 小小小他们都到齐了指导着大大大王一声力下 很好 叫他们都做好准备 我们马上进攻 是 大大大王 等着吧 废公是我的啦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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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 特特特特特特大好消息 冰毒军团已经集合 鼓励烈已经到达了左废宫 只要老板一声力下 大军立刻攻入废宫 就能马上抓住蓝猫他们了 那还不快去传令 遵命 女王 包扎好了 嗯 亲情 没事了吧 嗯 谢谢女王关心 我已经没事了 您不用担心 不过 都怪这些人 来人呐 是 女王 把蓝猫 还有她的同伙 都给我抓起来 啊 废女王 我们不是有意的呀 女王 女王 我真的没事了 还请女王不要为难她们 你呀 好好养伤吧 亲情 你可不能倒下 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残酷的战争 看在亲情的份上 我就暂时放过你们 废女王真是英明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哼 你们还想走 哼 你们差点害了亲情 就想一走了之 要不是亲情替你们求情 我废女王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废女王 就是你放我们走 我们也是绝对不会走的 我们会留下来 帮助你们 鼓励劣的病毒大军随时都可能攻城 而且我们现在损失惨重 唉 留下来只会连累你们 算了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女王 我们是不会一走了之的 我们要打败鼓励劣 打败鼓励劣就凭你们几个 哈哈哈哈 做梦 是病毒军队开始进攻了 快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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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 猫大哥 援军怎么还没有出现啊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 我们只好尽量拖延时间 等待援军的出现了 对了 女王 我还有个建议 现在狐狸劣势势不可打 我们可以赞米其风马 退守到右宫殿 你看怎么样 什么 懒猫 你要我放弃这里 不能放弃 我们就算被抓 也不会放弃我们的家园 亲姐 我不是要你们放弃家园 这是以退为进 我们几个会在这里拖延时间 你们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在右宫殿做好防御准备啊 我们走了 狗公等你们 在门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可以放弃 我们回到门 都没有 威武 在战争 到 这 大王 小心勇诈 你看 你是说旗帜女人来多了 有埋伏是吗 我倒要看看他们耍什么霸心 老板 这都冰临城下了 他们居然还怕一个人在那跳舞 他们还真是勇敢 居然还玩空城记 空城记 没时间给你解释 你快去告诉古丽丽进宫 是老板 空城记进宫 空城记进宫 空城记 就空城记嘛 干嘛非要我来跳舞 菲菲 这可是你自己提议的 我跳不动了 不行了 我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清清 你还坚持得住吗 我没事 先让菲菲休息一下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不好 他们开始行动了 墓困 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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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 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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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斯识破了蓝猫等人的空城计 古力猎接到命令大举攻城 接下来蓝猫等人的命运会怎样呢 请看下集 出城迎战 嗨 大家好 还记得我吗 这里是红遍全球的健康小知识敬答节目 现在有请选手上场 咖喱 菲菲 嗨 下面请选手准备抢答 红细胞的平均寿命是多久呢 好 有请可爱的咖喱回答 红细胞的平均寿命是120天 咖喱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下面我们来看大屏幕吧 没错 红细胞平均寿命为120天 在这120天里 每个红细胞在血管内不止疲倦的循环运动达30万册 死亡的红细胞被脾脏内的巨氏细胞吞食掉 留下的铁质能作为造血的再生原料 不错不错 咖喱的回答完全正确 红细胞的平均寿命为120天 记住了吗 耶 我太厉害了 好 菲菲 抢答失败 老规矩 一家饭馆有一天收到一封感谢信 内容如下 叔叔 阿姨们 你们好 那天来到你们饭馆 一会儿就打死300多只苍蝇 这时我们班荣获学校灭婴竞赛第一名 各自表示感谢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聚好生活 聚好客气 问你问我问大家快乐在哪里 外星的独角突然升高 美丽的蝴蝶突然没了 我们团队有爱 冲到火里 我们穿越石头 鲜探蜜 我们团队有爱 冲到火里 穿越石头 鲜探蜜 在哪里 在哪里 快乐在哪里 问你问我 问帮家 快乐在这里 问你问我 问帮家 快乐在这里 在哪里 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